第四季 我只想一直利用你的 沙妖裂丹 吞噬妖元 一直妖气纵横 唯有以此恋所住 否则 数百里外 生灵涂炭 从小 我就是为了捉妖而休息 也一直以为 这就是我的路 可如今才发现 这一切都是骗局 别再喝了 若是想要逃离 或者想发血 我和榆墨都会陪着你 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 欲破冰产之毒于妖无解 于人却无大碍 你呢 若下次再有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我绝不会放过你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连我都怕被他容掉半个身子 你真不要命了 我当然要命 因为有人在等我 你竟然用帝君神器来储存此物 不 你简直暴体延误 从今以后 我要做阎兰山最厉害的靠山 让你们来靠 阎兰山从此以后 我来保护 唐天使 我早就说过 既然做不到 就不要轻易许诺 因缘 我不会任由你再伤我 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的心意都不会变 掌门 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 今日情妃得意 有违诗许 自知愧对世人 我愿散尽修为 自逐出门 灵霄派 再无弟子唐舟 我带你走 寸步不离 寸步不离 你是芬花人间一场落花风 平天一群落花钟 看破红尘的烟红 无缘 你是摇摇天下 一捧秋月融 只敢潇洒不敢浓 梦中梦中有两人余空 有远梦中 青月三人佑 彦云 独幻心中 与别欢羞 几时都不够 净看灰霄 烟火暗上 凉了一颗 一朝天涯熬红冬 直到人间 尽羞熬 时后 胆胆在开人 此手 颜大 我决定 不做灵霄派的掌门人了 过往数十年 我都在为师门的道义而活 可现在 我只想为我自己活一次 一路走过来 你多次救我一步一难当中 只怕焉焦灰霄 一次热烂灵 没影 换我来保护你 我的志气 我而是 一次感动 万物一条笔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还挺烦人的 但是 别说了 别说了 我知道 我们之间 曾有过诸多误解偏见 但如今我的雾昧四伏 辗转反侧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原将过去的遗弃 划成这满天繁星 送给你 两半心 陪伤一滴 无法似于大海 无事 这么多啊 终于照着 细细 结星星 又是结星星 当日的流星 不过是满天星幻化的障眼法 而今日 只是夜明珠的粉末碎片 假的 都是假的 成真不了 可我的心是真的 可以 你这颗真心我不想要了 你不要再白费力气 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我之间 绝不可能 我是不会喜欢上你的 你不能留在这里 可是燕丹 我不是她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一定会让你顺女归位 我一定会让你顺女归位 但愚舍 物亦人非 何必强求 若我偏要强求呢 我早已不在乎天归 只想护着自己在乎的人 出去 好 时候不早了 睡吧 碧燕 不许看完 那好吧 啊 无赖 天地的仙身 被人试了傀儡术 究竟是何人 能如此满天过海